两个喜欢看热闹的好朋友去逛街 看到路边有一群人在围观 好像是车祸 两个人努力想挤进人群中 但无论怎么样子都挤不进去 其中一个人灵机一动 就大声地喊 借过一下受伤的是我爸爸 结果挤进去一看 躺在地上的是一只猪 我们修行的人也不能够妄语 妄语 也不可以妄语的 不可以讲妄语 不能说假话 说了假话也是一样 同样有很多的报应 讲妄语 什么叫妄语 讲那个 在语方面 有两舌 二舌 还有妄语 三种 两舌呢 就是分裂生团 讲这个 讲生团 分裂生团的罪是最重 你在生团里面 这个讲东讲西都是很严重的 或者在人家好朋友之间 你讲这个好朋友讲你的坏话 讲那个好朋友 跟另外一个朋友讲说这个朋友讲你的坏话 让两个人起争斗 我告诉你 这得的果是什么果 两舌的果 婚姻都不会成 就算结婚了也会吵架 一天到晚跟人家不合 都是前世两舌的结果 分裂生团 要下第一道 要下第一道 这是最重的罪 所有最重的罪 就是分裂生团 破合合生 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罪 还有刚刚讲的笑话有小偷 小偷你如果脱生人的东西 脱出家人的东西 只要脱出家人的东西 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那个罪加了不知道多少等 所以记住了 只要是出家人的东西 你都不能够脱 你脱了 最非常的 脱窃罪 脱生人的东西 修行人的东西 你脱了 罪非常的重 他几乎要穷困 如果转世为人 是一辈子都不会发达的 一辈子都是挨饿的 一辈子都是当乞丐 而且要经历了一百世的乞丐 一百世的乞丐 所以不要以为 生出家人的东西 很容易脱 你脱了 那就罪非常严重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的便宜 我妈的便宜